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中 唐增饰演的李春生和徐晓萨饰演的白杰 从相爱到走向婚姻再到无法相守 有温情瞬间也有强力哭点 几位主演更是爆料称哭戏拍到没完没了 连剧中的恶丈母娘王立宁也面临哭戏考验 结果我一发现小萨比尔还坏 这个小唐同学是男孩子李男演员 我见的眼泪来得最快的 其实她吧 我都能感觉她 她实际是在哭泣 那种感觉就很能看得出来 像我太久 我哭泣来了 来了是皮疙瘩掉了 就没掉出来觉得没过瘾 我不是特别会哭泣的眼泪 我觉得没有办法 你就得去走那个情感 相信那个情景 走心 技巧这个东西其实 我不知道缺乏 可能我们懂行的人一看 你知道你用的是技巧 用的是眼药水 还是用的真实的感觉 所以说会很明显 我们尽量用真的来 艺术真为美 我不喜欢假的东西 当然如果实在不行 那是我演的吧 没办法 那小萨呢 小萨最能够 哈哈 我还以为我演的来了 反而看她比我快 没有 这个曲就是属于情节点推在那儿了 就是你在看剧本的时候 都控制不住 因为真的太悲惨了 然后你演的时候 大家给的都是真的东西 才会感动到观众 嗯 她演正常的一个姑娘 然后会不会就是 杀心那种比较难走出来 兴趣都在你 其实在拍戏的这四个月当中 都快抑郁了 就是觉得平常觉得自己还挺阳光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白杰没有让她可以透气的地方 没有那个节点 就是他们基本上从遭受了磨难之后 就开水一路望后 没有任何可以让她开心的世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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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